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請坐 現在開始上課了 各位同心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是的 大家歡迎各位兩者 我們都是民進府發理行為不用出來 高級版筆架的台灣將來民進府的高級官員 比如說總將官 有的筆架軍事拿到之後很久很久不再回來 所以今天請你們回來好像回娘家 大家可能已經知道 這輩子要請你們回來 不是叫你們回來走春和走春而已 我們的時候在要搞 所以今天以後請大家 腳趁著回來 常常回娘家 有好處沒有派出 因為我們的時間沒有多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將來國民如果接到任務 面對的 行政 空氣 一些一般的想法 我這對話 公共行政的事務 公共和歌夫起來 因為私營也有行政的任務還是工族 但是我們現在要說的 這是公共的 就是公的方面 跟我們議長在一起在說的 公共事務這方面有關的事情 要向各位介紹的幾個內容 我先在說 第一 行政的角色 是什麼 我們要撐住 第二 行政的優惡是什麼 第三 行政的辯罪 什麼樣 行政的事務就是 第五 行政改正的事務 第五 行政改正的事務 第六 行政改正的事務 緊張的事務 先我們來看說 我們將來做的行政的行政 它的角色是誰 行政的任務在哪裡 大家所知民主社會 它的政治體制 都是給這三官分立 這意思就是說 國家的管理 分作三份 這樣比較不會 集管去 古早的皇帝時代 是皇帝將官一切 所有的管理都在他的手上 民主社會不是這樣 所以分作三份 大家應該也知道 多三份 就是立法、生政和使法 這三份 要讓他們獨立運作 但是要保障堅持 內容是怎樣 一個簡單的 所以大家了解 就是什麼 說法律是由立法機關創造 由行政機關來執行 最後由司法機關來做規則 就是在破口 我們再舉一個更簡單、更平衡的例子 例如說我們將來民進府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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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大的問題 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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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創造一個法令 說 將來什麼人 這麼 Monkey 頭頂的 問題 這個就要受峻wood 有这个法令到后 我们从这个法令 交给我们的黑匠部队 我们的警察团队去接行 他就要什么 他就要去抓刹那 如果有人偷偷的东西 他就要抓出来 但是他抓到这刹那之后 他不能直接处分 因为他行政团队没有处分的管理 他就要从这个刹那 上的司法机关 发音 给福官判罪 所以 简单说明到这里 给大家了解 我们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记住行政团队的角色 行政机关的角色 还是他的任务 就是在接行法律 大家记得好 我现在要请到各位一个问题 政府 可以管老百姓 那是不能管老百姓 听好 政府可不可以管老百姓 可以的请举手 有 五六七八 OK 不可以的请举手 大多数 不好意思 你们和小属 福重大多数 实际上也是这样 政府不能管老百姓 对 对 就是我们在说的 政府是什么 政府是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是在说的 我们在说的 他在接行法律 他不是在管老百姓 所以政府不能管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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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能让这个 中国文化应用去 中国人就是 注定政府不能管老百姓 所以政府不能管老百姓 对不 政府呢 政府是不是我们所通的 对呀 我们所通的 由于身両关老百姓 没有嘛 所以政府不能管老百姓 千万大家请不通 大家请好 再来 行政的有趣 我们行政单位的任务 是在这篇法律 所以一切行政行俗 必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 这是怎么说 就是依法办理 不得任意炒作 这个依法办理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要依法办理 不得任意炒作 就是说行政单位 不可以说我先要这样做 就要这样做 不可以 就要根据法律 我都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在这 我请大家再注意一点 依法的法律 是来自立法机关 你所根据的法律 是立法机关所創作的 不是来自政党的主张 所以说这句话 关键是什么 现在目前在台湾 有一个政党 常常在开中上会 在决定政府的政策 我命中都在一栋 大家可能拆除 有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得出 这种政党还是政府 那是亂來的 無功現代的法律使用 講到這裡 有一個特殊的情形 若是經過立法機關的受關的時候 行政單位因為可以借頂 發立的執行細則 執行細則 實施細則 甚至他也可以做採刀 我們舉一個人來講 譬如說 行政單位可以頒發見到福克給我們 我們要起床 要申請一個見到福克 要向行政單位申請 行政單位可以給他 因為立法 管 建造法 你若要說 請在那邊外面 還要英雄別人 你就聽過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例就是 開發檔 抄疏的時候 如果在高速公路抄疏 警察直接開發檔給我們 這就是高速公路抄疏 市管 行政機關 在沒有一個情形之下 你可以直接做採刀 就是開發檔 他免許讓我們僑屬的人 先抓去歡迎 叫法官盤 所以警察有這種管理 這是在法律上有特別 穩準的時候 在這裡可以做 現在說到這裡 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大家 反正沒有規定的 是準還是不準 法律沒有規定的是準還是不準 準的舉手 打多數 但是這位你不對 多數要服從少數 哪個這個道派的規定 法律沒有規定的 OK 我說一個小的例 你們這麼考慮說 這個問題應該怎麼答 這個例子是什麼 1996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基本頭一次民選的總統 可能在州很多人還會記 那個時候阿飛伯 那什麼人 比民民競選 對吧 阿飛伯超級50%動選 所以他根據中國人 說他要定期的時候 可以各辦代謝 做一些好事 給老百姓 好影響 所以他就代謝 在他的代謝的範圍裡面 如果想到你那個人 就是沒有罪了 他以前有罪的人 現在代謝就沒有罪 所以當時有一個人 鄉修的這個代謝 這個人就是 古早民進黨 台諾 他也做過 董主席 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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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修改是怎樣的 一條到一條 一條到一條 說叛亂罪 那時候又當我 叛亂罪 所以 比叛罪之後 一次都公權 立法院 威猿才沒人做 現在阿飛伯和代謝 他說我現在沒有罪了 所以他向中華民國 來政部心情 回合他的立法委員的資格 結果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來政部 社會司長 說這個法律沒有規定 不準 這是我的問題 法律沒有規定的準不準 大家想看看 應該是準還是不準 應該是準 應該是準 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準 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準 我再說一個簡單的例子 高速公路如果沒有給你 限這個 700公里的時速 你可以篩一百二十個 你也可以篩九十個 對嗎 所以法律沒有規定的 所以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准你 隨便 另外 另外一個角色來規定 另外一個角色來規定 我們想看看 法律是在做什麼 法律是在做什麼 是怎樣就要定我們那個法律 法律是要限制我們的行為 我們自由 我們自由就要收縮白 不知道就要定那個法律 如果法律沒有定的就是要幫你自由 所以你用這個角度也可以來答覆這個問題 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準 現在國公都回來了 我們剛才那個禮 其實 不選擇 不選擇 東西 不免得那麼麻煩 因為他心情的關係 可以造成中華民國那個 社會司長 三部長 所以他要依法辦理 沒有法就不能辦 不能辦就是不准 他的那個規制是這樣的 其實那個案件應該怎麼處理 他要辦的就是辦公代謝這件事 你往前是紀念是受 代謝的鄉受的人 你當然自然而然恢復你立法委員的資格 你不必要再申請 所以那個中國官也自己糊塗 所以今天來介紹一些行政上色給大家知道 目的就是一個 將來國外都是行政官員 不要再鬧這種想法 不要再鬧這種想法 再來 那些要有基本的電照 因為有中央跟電影 所以管理的分配 在發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制度 它是中央一管 還是電影子力 那是電影子力的意思 就是電影 可以根据他地方的特色 創造一些 他这个地方 特别的法律 来執行 那如果不可以的时候 地方没有这种管理 就变成什么 变成中央一块 一切都是由中央政府 来控制 这更简单 了解应该 没问题 再来 行政机关 我们普通在说的 严格说起来 可以分析两种 就是什么 这个是 所谓的 政府机关 另外一种 是死无丹理 政府机关 我们现在的扁证 中央也有 酒也有 酒政府 君 将来也是有君政务 这个政府机关 他的工作是什么 主要是政策的研究 和议定 最重要的框架就是在做这个 政府就是在 这个 国定义的政策 那 司夫丹理 这是在 真正在 執行法律 什么 司夫丹理 刚才我们说的 警察 就是 司夫丹理 他不需要发展 什么政府的政策 他只要叫他去抓柴子 他去抓柴子就好 去过交通 去过交通就好 估计 说 不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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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契政策 给我们修正金的丹理 或者是 佛政史无所 还是佛政丹理 这都是 死无丹理 在接行法律的 他没必要做政府的政策 再说了 我们来了解 行政的事物是什么 行政 所干涉的 就是人 和事情 和事 应该是这三项 怎么说呢 如果说到人的时候 行政的对象 行政的对象 是老百姓 那也可以说是 客户 对吧 既然是客户 所以行政丹尼 对老百姓 不但 不可以干涉 而且还要客户 还有礼物 听起来好像反共八句 讲好像真好讲 要做 不一定这样用 其实台湾也有这个礼 有了有一个丹尼 有这么这样在做 大家应该也知道 你要申请 我们的新闻政策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给家丹尼 去申请 给家庭本 去那里 人有 碰地请你 对啊 农会也有 OK 农会有是应该 农会不是行政丹尼 不要搞错 农会是 什么丹尼 不是 对 农统说起来是民营团体 你如果更正确说起来 就是什么 人民的职业代表团体 它是代表农民 不是代表 全部的 备心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 既然有这个 好的 原本 我们以后就要 要 也就要 这样 无人管理 要对我们 客户 要有礼物 像我说 我们将来的薪水 是因达的 薪金钱 对吧 对吧 那事情 行政所干涉的事情 像我们这样说 行政的业务 是法律所交办的任务 基因是这样 所以 法律应该要 人民客規定 行政机关的 结论和疑部是什么 法律就要 说得很清楚 我们行政丹尉 要做什么事 就要跟人家说 我现在 举一些 相反的例 给大家做参考 ROC 大家知道 ROC有很多法律 它有一条 规定说 什么叫做 诸观 疾观 大家听得到吗 没有 如果不听得到 也看得到 我这样挤挤的 礼物给大家参考 比如说 中央民国的公司法 第五条有什么 中央主观机关 是经济部 第五的主观机关 是立法治政府 群人法19条 没有这个规定 行政营的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是他的主观机关 刚才主委 董心说的 农会法 第三条 没有规定 中央主观机关 行政营农委会 第五 第六次 还是 官司政务 甚至 石兵卫星管理法 第二条 没有规定 中央主观机关 就是中央 卫星福利 主观机关 地方的 是直辖市 还有现市政府 看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 跟我同样 申请一个疑问 这些都是 行政团队 行政机关 这些在管什么 这些怎么会 做主管机关 我们刚才不是说 政府不能管老白 这些就是 政府机关 怎么可以 变作主管机关 中央民国 怎么定这种法律 他定这样 请问 他们是在管什么 有人知道吗 你说什么都不对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要管什么 我都顶头不跟他说 不跟他说 他要管什么 对不对 你这种正行的事 他要怎么 你想 最简单 他都 党都管 对不对 所以 头 管 一定不会老高 我 都管 对不对 绝对不会有错 大家知道 灌 是什么 这种管理 所以如果可以灌 有这个管理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要去政策 所以台湾 不说三个事 就会不会 多头马车 对不对 要灌的时候 哇 大家都也灌 很多担任都在灌 怎么发生问题呢 都没人灌 对 对 对 怎样 因为我是主管机关 我不是负责机关 所以 有很多事情 跟我没灌 我没灌 所以他们只能灌 所以不能做事 不知道他的灌 是在哪 对不对 所以 九个月就是六三 莫名其妙 所以我特别举这些礼 给大家了解 政府机关 不是在灌 你是在做事 你在在接行 你没灌的管理 对 OK 最后 行政关系 就要concept的 质 你要办行政 当然要需要质 有点准 质呢 质就是什么 经费 经费就要变瑜传 这些瑜传 刚才我们就说了 都是老百姓高手的 赛金钱 所以将来 各位市民 民政府的高级官员 你们一定就要尊修借欲 老百姓的钱 不可以乱开 不可以随便开 那也是我们的钱 对不对 所以在这 我们的 说大社会 中国制度的奥文化 我们必须要尊修借欲 什么要尊修借欲 什么要尊修借欲 大家可能 有点听到消耗预算 这就是中国 冬天的习惯 还是文化 消耗预算 每年你到你对的时候 大家都在消耗预算 那你来想看看 这消耗预算有什么意思 不是 公开 赞成人 浪费嘛 对吧 公年 鼓励人 浪费 这种哪是 哪是好的 文化 不是 啊 再来 可能大家也没听过 什么要尊修借欲 预算达成率 预算达成率就是说 行政单位 它的工作效率 管还是要如何判断 根据它的预算达成率 就是说 预算 预算达成率 预算达成率 它的工作效率越好 预算达成率 百分之百都开了 这个单位 行政效率 最好 那不是这样 不是啊 对吧 对吧 这也是 公开 公务人 浪费 对吧 所以这种的奥文化 我们将来 一定就要飞机 你看 你看 领导改善 的行政事务是什么 国际都是 高级官员 所以都是 在领导改善 我想你们大家 就要做这三项 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项 你们就要想办法 整个一个良好的 行政定用 你们所接管的单位 那个行政定用 你们要把整个的做好 怎么说 就是说 盼的行政部门 要分工合作 盼的 你跟他分 但是 不可以 国别独立 大家好像没关系 这样子就乱吵吵 所以就要分工 但是就要合作 这个行政阶层 要怎么分层负责 这个 就是行政阶层一层一层 就要分层负责 不可以断层 中央不能够掉 转到柜子接不去 这样也不好 对吗 你现在有行政 良好的行政阵容 盼的 跟进的 你都把整个的 都很好 不可以断层 还缺什么 缺人 所以 你们就要 不用自动自发的部署 怎么能说自动自发 因为 你的担任 如果有 100的 200的 部署 你怎么可能说 每天都去 跟每个人说 你今天就要做什么 明天你要做什么 不可能 所以 你要背用这种 部署 你就要怎么背用 就是应该 明确的 划分 每一个工作 岗位的职责 每一个工作团员 他要做什么 你要把他規定 好好睡 只要法律 在規定 我们行政团员 要 负担什么 职务 都要什么 要把他射得清楚 你如果把他射得清楚的时候 什么人去接一个位 那个人 不用你说 他就知道他就要做什么 所以你做主管的人 做领导的人 是不是因为我坚固 对吧 所以 这个部署 的背用 先决条件 头上 每一个工作 岗位的职责 你就要把他 定乎好 再来 你要背用 你的部署 所谓的自尊心 家庭 他们的自尊心 让他们认为 他们有法度 有信心 来丹念 那个工作 当然 今天有法度 你也要把他换掉 现在说到这儿 你有 很好的行政典容 有 自动自发的保障 所以我加什么 1加2 1加2等于多少 我们这儿不是在算什么 1加2 在这儿不等于3 这2加 就是什么 你有良好的行政阵容 还有自动自发的部署 你就是有一个 很好的行政团队 对不对 OK 现在 刷下去 你有一个团队之后 又要做一项 你们的概算 一定就要 变列预算 这因为是你们的任务 依法行政 当然要依法 变列预算 再去 农季典 大家介绍 要变列预算 要注意什么 所以 在这儿 这部分 我就感兴起来 只要利用这个机会 要 给大家 寄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 没有福报预算 就没有被砍预算的问题 听起来好像很 动念 其实也是这样 你遥算 如果没有乱变 你就不用怕 你的遥算 去用 减少去 你要做多少的事情 一定就要花多少钱 要走过去 对吗 再来 最后 正好 一两个 接情的事务 这可能对大家更重要 将来 如果请大家去接管 一个丹尾的时候 你们的接管任务是什么 我的体操 你们的任务应该是 监督 跟控制 跟采管 不是要请各位 直接办 事务 业务 是怎么说 管理的监督 就是监督 你接管的丹尾 他在办事 是不是有遵守 我们的法理 跟监督 你接管的丹尾 是不是有违备事 丹尾 丹尾 大家都有 比书店 说三次 违备事 丹尾 所以各位将来 你们接管的丹尾 就是要靠 你们 来的监督 你们监督 特别的监督 以外 你们的管理 你们的管理 在哪 就是丹尸 跟台湾 你们控制 丹尸 跟台湾 所以 一切丹尸 跟台湾 都要经历 你们的手 都要经历 不应该 不应该 花的钱 你们就要 它 抖起来 不应该 用的人 就要 它 拖起来 所以 必要的时候 你们要裁决 人员跟 经费 現在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我們的法律是日暑美戰 又學習一次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好像因為還在念反共八國 其實這裡面意義很輕 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所以將來你們監督的單位 如果還有中華民國師匠的人 是不是你們要把它換掉 如果不是為了台灣買事要做的事情 那種錢你們就要把它葬起來 不可以開 請大家把你們的任務 祝大家成功 感謝 各位同心 下國休閤 歐魂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